好 镜头来看到花莲的南区布里乡的代表会 目前正在进行定期大会 来看到布里乡总共有五个公墓 代表会副主席何贵乡 就在定期会的最后一天总咨询的时候 来针对公墓是否收编 以及未来规划转型绿地创造土地多元价值等等来进行讨论 布里乡总共有五个公墓 代表会副主席何贵乡就在定期会的最后一天总咨询时 针对公墓是否收编以及未来规划 转型绿地创造土地多元价值等进行讨论 所以可以顺势推广我们的第二管的火葬 那个纳古塔的那个催生 就是把我们复理环境做好一点 不要地方那么狭长 那么多公墓 让人家经过那里好像有点阴阴深深的 其实很多真的都已经荒废掉了 明里跟石牌这个完全都已经 看不出来是火葬场了 不是是那个墓园很少 公所则是回应 目前也正在规划第二纳古塔 会后在与相关客室同仁 集市广义规划 并且表示很重视日后公墓土地的利用 所以呢容我们呢 那您的指证呢 跟您的这个建议 我觉得这是可行的 好不好 然后我们会后呢 我会在城堡上去跟乡长 然后呢跟各客室呢 做一个讨论 看我们要如何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来进行呢 何贵湘强调 目前公墓现况是一年会有三次的出草整理公墓的预算 未来如果能够将五个公墓打造成绿美化公园等 就能减少这方面的预算 希望公所能够多加总视 记者高雙雙副理箱采访报道